欢迎回到这一期的李玲说事的 我又回来了阳光之轮,Aaron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请到我们房地产专家李玲姐来跟我们讲 一系列的Commercial Real Estate 所以Commercial Real Estate是商业地产 那我们今天第一个话题也是非常精彩的 就是投资房地产的目的是什么 你投资房地产的目的是什么 好,请我李玲姐给我们指点一下吧 对,我觉得大家如果是说 现在你已经有自住房了 如果你想投资房地产的话 我觉得第一个你要搞明白的就是 你要投资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而不是单纯的就是告诉我 李玲我投资的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赚钱 我觉得赚钱呢 它只是这个目的的一部分 大多数人的目标呢 可能就是说 比如说我这里经历到的可能就是为了 或者是说能早些退休啊 或者是说在美国能够达到这个 一个经济独立啊 因为很多人呢 就比如说他的产业啊 什么都在中国 所以他希望在美国能有能制备一些资产 但是呢这个投资房地产呢 它并不是说几天或者是两三年就能达到目的的 尤其呢是在今天的这个市场情况下 比如说如果您的目标是50岁退休的话 那离现在可能您现在如果30多岁的话 离现在还有大概十几年的时间 那您有一些自己可以支配的资金 在这种情况下 您如果退就是投资的目的 就是为了以后支付您退休的话 那您一定找的这个房产呢 就是第一呢 就是一定要有升值潜力 因为您投进去这个房子 可能应在手里要拿很长时间 对不对 然后第二点呢 就是说您肯定是要贷款的 尤其是现在这个利率这么低 那您在算的时候呢 就是您这个房租呢 必须得能cover掉所有您这个房产上的花销 然后呢 如果还有多出来的部分 就是这些现金啊 或者是现金流啊 那当然就更好了 这样的时候呢 当您房贷还清了的时候 这个房租呢 就变成了您实实在在的收入 所以呢 就是这种情况下 您就要一定要算清楚 是 经常有人呢 就会讨论 我攒多少钱的时候可以退休呢 但很多时候呢 这些人就忽略了一个问题 也就是您手上这个资金的回报问题 我觉得 如果您要投资地产的话 这个问题就自然而然的就解决了 而且呢 大家都清楚 房租呢 是永远是上涨的 而房子也肯定 它的价值是越来越高的 但是呢 我觉得 如果您要做的是房地产投资的话 那还是要谨慎的 因为它并不是说 像您去商店里买一个东西这么简单 而且呢 也跟买自住房不大一样 因为自住房呢 是一个个人喜好的问题 就是有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房子 可能它的价值比市场价值稍微高一点 但因为自己喜欢 我为了满足我自己的这个喜好 我愿意多出这一点钱 但是当您做房产投资的时候 就不是这样了 因为您要看的就是这个冷冰冰的数字 所以在您做房产投资的时候呢 要找的经纪人呢 跟你买这个 呃 这个刚需房和自住房的时候 应该是不一样的 因为它要有一定的房产投资方面的知识 和投资方面的这些技巧 这样您 您才能找到这个合适的房源 嗯 有的时候呢 客户经常问我 呃 怎么样的地友 算是好地友呢 就是什么样的房产才能 才是好的房产呢 对 我个人觉得呢 这个所谓的好的地友呢 就是能满足您的投资要求的 只要它满足了您的要求 那就是好地友 而不是说 啊我看了这个 我觉得还不错啊 呃 会不会还有更好的呀 我觉得如果您要投资房地产的话 这种思想还是不能有的 因为您可能因为这种想法 会失去很多好的一些 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投资机会 还有的人他跟我说说 啊我现在投资这个房子呢 我以后就想退休 住在这个里面 我觉得呢 这种想法呢 其实也是不大现实的 因为您退休之后 对生活的一些需求 和现在您投资房产的这个需求 它完全是不一样的 您可以那个时候把这个房子 它可能除了您现在每个月挣的这个房租之外呢 您那个时候加上房产这个升值的这部分 您可以说那个时候把这个房子卖了再去买 适合您退休的房子 但是您说找到这种又适合退休 又适合投资的房子 我觉得 怎么说呢 不能说完全不可能 但是其实可能性还真的不算是很大 因为人的需求是一点一点在变化的嘛 有时候 commercial 也是有点像 residential 比如说那种 包括四个房间在一起的那种 对 我 所以我在想就是你有些人就说 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以后我买了以后 退休的时候可以三个租出去 我自己租一间 这个almost 就是又投资又退休吧 但是您 您那 当您退休的时候 可能您对您的生活有一定的要求 您未必愿意自己住一个很小的房子 然后把另外三个有人跟您离得那么近去租出去 这就是我提到的 就是说 人的需求 就是您在各个阶段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所以您做投资的时候 不能说 您投资这个房子要满足您所有的要求 那是不大可能的 这个其实你拿车子来讲就很上一 因为我以前喜欢开小车子 然后现在有小孩的小车子就载不下 所以不可能是一个东西去 fulfill全部的 对 您就打个最简单的比方 如果您退 您说您现在投资一个 打个很简单的比方 一个小的一个联动别墅 是不是 它小的联动别墅 那您找的一个区 肯定是这个出租回报率比较高 而且比较容易出租的区 可是等您老了的时候 这种联动别墅 它可能是两层或者三层的 您那个时候 如果真的想您60岁以后 光爬楼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爬楼太累 住下面太长 哈哈哈哈 所以是这样的 然后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商业地产 然后我可以跟大家大概的解释一下 商业地产和民宅的区别 商业地产就比如说 咱们如果说这个公寓楼的话 如果这个公寓是等于小于4个的话 那就还是归为是民宅 如果是高于4个以上的话 那它就算为是商业地产 对 然后商业地产除了我说的公寓楼 还有什么仓库 或者是商业楼 或者办公楼 就是种类就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今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个 让大家想清楚您投资地产的目的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觉得地产投资并不是一个盲目的投资 希望大家能谨慎考虑清楚 这样在您寻找房源的时候 也会容易很多 然后您也不会说 怎么说呢 就是之后会失望啊 或者什么样 我觉得只有做好了您一开始的准备工作 才能最大花的达到您的要求 其实最近我听到一个podcast 然后他们有说 赚多少钱就是可能舒服的退休 然后那个 amount是 15 million dollars 哈哈哈哈 好那我们这个话题真的蛮精彩 那我们下个礼拜的话题是什么呢 下个礼拜我想跟大家讲一讲 什么样的投资房不能买 哎呦 OK 这其实有连贯下去 好那观众朋友们 我们下周见啦 拜拜